嗨,大家好,半个月了,我们今天终于回家了 听肥子要求呢,回家第一件事先更新儿童房的视频 儿童房的装修呢,20多天了 现在基本是没有什么气味儿了 大概再过几天就可以入住了 今天呢,我们先整理一下我们的书桌 你少慢点,哎呀,都掉了 童童,快去帮忙,童童 把所有的书从旧书桌上 然后挪到我们的这个大新的书桌上 童童的书呀 看那样儿 孩子们,两个孩子,所有的书写 两个孩子已经分好了 童童站左边,童童站右边 开始收拾吧 这所有的彩点 童童,你快帮忙 放东西,你别在那儿弄你椅子了 挡路了你啊 你别摔着你了,一会儿我放吧 你别盘那么高了 那是你的妈 姐姐的放右边,你的放左边 那是姐姐的 快帮姐姐忙,拿彩笔快点 看上,把彩笔都放在抽屉里 然后,常用的书放下面 不常用的书放上边 把这个大书桌填满,不太容易 看上,这会儿你们要多读书 孩子们,目前就这些书 读书都差不多了 然后,孩子把新买的这个文具礼盒 和东西摆一下 这个放哪儿,专专 放那个玻璃门里边啊 这些新东西还舍不得摆起来呢 能过着吗 那样放也行 好嘞 好嘞 整个书桌都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 这一边是 这儿搞的通通 然后这个门里边是 他们有点看的东西 他们也比较少 现在才能够小 这边是畅畅的 下面这一排是他经常看的 上面那一排是不经常看的 我们把所有的笔都放在这儿 这个方便 这个左边的抽屉是我们 彤彤的放的一大套画写 然后这三个小抽屉 这些抽屉都是彩底 下面都是我们大女的本 一些的东西 然后右边的抽屉是我们大女的一些小屋间 行了 出去书桌 收拾好了 畅畅 现在书桌收拾好了 咱们去搬换骨针吧 把骨针给你搬到你的屋里来 好了 书桌收拾好了 然后把骨针也搬过来了 现在整个房间就差床垫了 再去给孩子们选个床垫 然后就可以搬过来了 彤彤彤彤 你们想搬进来了吗 想 她又等不及了是吗 行 过几天啊 我们就可以搬你了 买了床垫啊 好 好了 说再见吧